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和前英國外交大臣聶維敬 牽頭發表聯合聲明 有超過200名法律和政界領導人簽署 聲明表示 中共擬議的法律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是對香港這座城市的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擊 聲明中寫道 如果國際社會不相信 北京在香港問題上遵守諾言 那麼人們將不願意相信北京在其他事項上遵守諾言 美國國會兩黨多位參眾議員在聲明上簽字 共和黨中包括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 參議員盧比奧和參議員克魯茲 民主黨的簽署者包括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最高民主黨參議員梅嫩德斯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負責人恩格爾 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 盧比奧週五針對香港正在發展的局勢發推文表示 如果橡皮圖章人大實施所謂的國安法 那麼我起草的法案將無選擇的認定香港不再是自治的 英國下議院的44名成員和上議院的8名成員 歐盟各國、亞洲的韓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 以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政要也簽署了聲明 在此之前 美國國務院發表了有關 《香港國安法》的正式聲明 這份以國務卿蓬佩奧名義發布的聲明明確指出 如果北京強行推出涉及香港的《國安法》立法 美國必將重新評估香港的特殊地位 也必然導致美國方面的強烈反應 新唐人記者嚴峰、張祺綜合報導 禮儀 城市時裏